新竹市水源国小的国乐团 带来精彩的表演 让餐厅里 挑扬过动人的国乐生 这次的表演 不但是一个重要的演出机会 也是为了感谢新竹区福伦社 因为有九个福伦社 共同捐赠校方十万元的经费 用来培育国乐团 让水源国小福生开心不已 非常感谢中区福伦社等九个社 能够赞助我们新竹市水源国小 的一个国乐团 那新竹市国乐团 所以我们的国乐团 从83年创立至今 已经21个年头 也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虽然创立的过程很先兴 但是都感谢我们社会上 很多的单位 给我们热烈的一个赞助跟支持 培养一个国乐社团 需要庞大的经费 水源国小一直都努力 向外界筹措培育经费 国乐团优异的表现 被新竹区福伦社看到 除了鼎力捐赠金费以外 也邀请水源国小 国乐团进行表演 今天要进行的 这期服务 是新竹市的水源国小 国乐队为服务的对象 那我们特别邀请新竹国乐队 由何校长跟他们的主任 领导 这一群国乐的演奏学生 来做这样的一个国乐演奏 那同时也让国际社团了解 国际福伦在地区的一些发展 实质上的一些推动 常年关怀社会弱势的福伦社 总是默默进行社会服务的工作 国际福伦三五零零地区总监 林黄章表示 希望借由这次的抛砖影域 吸引更多善心人士的加入 一同关怀社会弱势 那我们福伦社有每年做了许多 像关怀弱势 那学童还有偏乡地区的一些服务 那今年我们目前已经做了 大概有一百多个社会服务工作 持续在进行 希望能够补政府资源的不足 为社会做出更多 可以来帮助弱势的团体 从福伦社手上接下十万元的支票 水运国小校长感到非常开心 也期望国业社能够更认真地学习 用更好的表现回报 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 台湖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